你家有毛宝贝吗? 你有带过你们家的毛宝贝去参加过宠物展吗? 今天这样影片就是要介绍如何去参加宠物展 以及参加宠物展的好处 关键前记得订阅按赞加开启小铃铛哦 先让大家来乒乓一下 这是我们这次在宠物展获得的赠品和奖品哦 这些还不包含我们在现场购买的商品呢 廉价四天在台北世贸的宠物展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天天来 但我们尽量参与 待会儿我们再来分享我们觉得这次很棒的礼物哦 这次的主办单位很用心 主持人也很专业 而且团队很友善也很有爱毛小孩 这次还有聘请陶金铭、郭书瑶、曹佑宁、孟多等大咖的艺人来现场同欢 同时录制节目 现场挤得水泻不通 带动了整个人场和气氛 这次的展场活动 不定时还会有现场live的演唱表演 和有奖争打 虽然答案我都不会 但现场的欢乐气氛真的很加年华哦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最华丽的阵仗 不是每次都有 会场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奇珍异寿 也很惊艳哦 好啦,现在我就来介绍如何参加宠物展以及参加宠物展的好处 要如何参加宠物展呢 一,Google搜寻宠物展 就会出现最新的宠物展的资讯 北中南都有不定期的活动可以查询 通常每一年北中南各会有四场活动 二,网路报名 网路报名是免费的哦 你可以得到整场活动的免费入场 听清楚哦 是整场活动的每一天 你都可以免费入场哦 网路报名需要先注册会员资料 线上报名完成后 系统会给你入场券的QR Code 你可以先截图 到现场很快速的叫出扫描入场 千万不要傻傻的在现场购票 现场购票是每张150元 你必须省下咯 三,系绊同行 线上申请免费的入场券 一个人的资料就可以提供 两人免费同行的入场券资格哦 系绊参加的好处有 第一,有人可以帮你打卡拍照 第二,现场有很多的厂商 只要你加LINE、FB的分享 就可以获得狗狗或猫猫的试吃包 你两个人就可以多一份咯 系绊同行的第三个好处 就是如果有参加宠物竞赛 多一个人可以让参赛更顺利 得奖几率也会大大的提高哦 四,线上报名宠物竞赛 如果这次的宠物展他们有提供宠物竞赛 记得一定要线上事先报名哦 在现场报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多得到一份报到的礼物 那因为线上报名都是有限的 如果线上报名不成功也没有关系哦 你可以到现场排候补 目前的竞赛呢都是以狗狗为主 也会依照狗狗的身高来分小型、中型、大型犬 主要都是趣味的游戏 可以让你跟你的毛宝贝培养默契 也是训练你的毛宝贝 服从和信任最好的课程哦 如果有幸得奖 奖品时好时坏 你就当作是拿福利袋或是拿惊喜包 5.带宠物推车或是宠物包 来参加宠物展的中小型犬 最好可以让他坐在宠物推车内 或是放在宠物包内 其实现场的大狗 我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坐大型的宠物推车 因为现场的人很多 推车也多 毛宝贝和宠物 他们比较不会闪躲 就很容易会被撞到 受伤 那参加宠物展的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一 让毛宝贝社会化 现场有很多的人 猫 狗 等等 狗狗可以同时闻到很多不同的味道 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可以跟很多不同的狗狗互动 甚至可以让很多不同的人来接触 触摸 都有助于狗狗的社会化哦 像以前我家的狗狗就很不亲人 不许人接近他 甚至会对人有敌意 会狂吠 我们就想说啊 如果他可以让一百个人摸到的话 他就是一大进步哦 宠物展让我们达到了 虽然现在亲人的程度还差强人意啦 但已经可以让很多人触摸到咯 好处二 就是减敏以及练习胆量 有人说是减敏 也有人说是降敏 就是减少敏感 或者是降低敏感的意思 展场有很多的人 动物 音乐 以及不同的声音 让猫宝贝多接触 他的视野就会开 也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敏感 像我们家的狗狗 第一次来展场 就是惊恐万分 不断的要跳车 甚至直接尿尿 在我第一次使用的宠物推车上 我回来就是大喜 啊现在呢 每次来展场 他都觉得好无聊 生无可恋 很不屑的样子 代表展场的这样的环境 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恐惧 好处三 可以买到便宜又好吃的 不同品牌的狗粮 现场常常会有促销价 尤其是在展场的最后一天 但如果你是在最后一天 才来抢购的话 常常因为提早被抢购一空而断货 像这样的鸡腿 现场一直才25元 是我们每次到展场的必买商品 好吃又方便携带 但我们也曾经最后一天才去抢购 而没有抢到 好处是 现场免费试吃 展场就像一个狗狗猫猫免费试吃的 buffet餐厅 它可以提供免费的试吃 你要确定你家自己的猫宝贝 爱吃喜欢吃再考虑购买 如果你们家的猫宝贝 有肠胃虚弱 有体质敏感 或是有过敏的食物不能吃的话 一定要事先问清楚成分再试吃 避免吃后会有肠躁症或是拉肚子等症状 所以宠物展就是一个某宝贝的体验天堂 好处五 闯关了 现场的摊位就像一个一个的关卡 等着你去解码破关 有的是需要加LINE 有的是需要FB或IG追踪分享 他们就会送给你小礼物 或是试吃包 或者是免费拍照送药食圈等等 是不是很好玩啊 好了 现在我们要公布 我们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奖品 这一条easy dog的签绳 是我们最喜欢的奖品 它可以侧背 也可以腰背 它的伸缩带和握把 都做得很好的设计哦 我们大推大推 虽然这是第二名的奖品 但是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奖品哦 我们最不喜欢的礼物 就是这个宠物住宿券 它每一张就是价值1500块 并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我们用不到 因为我们家的狗狗有分离焦虑症 我们之前有试过 让它去安亲每次两个小时 想要治疗它的分离焦虑症 但是 它都要背着物 我们想说算了 所以这个就只好提供给有缘人 如果需要的话留言给我哦 不然我就要捐赠给流浪动物协会的狗友们了 1 2 3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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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